迷雾之间七 积极的人生观 星云大师著 朗读嘉宾 黄雪晶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标题是 第一次 一个人的一生 数十年岁月 当中一定有很多的第一次 第一次会讲话 第一次上学 第一次当选 第一次出国 第一次得奖 第一次结婚 第一次赚钱 第一次有自己的房子 第一次买车 这些都是好的第一次 好的第一次当然越多越好 不过坏的第一次也不能不注意 第一次抽烟 第一次喝酒 第一次逃学 第一次赌博 第一次吸毒 第一次发脾气 第一次骂人 第一次打架 有了这许多的第一次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有了好的第一次 想要再进一步有第二次 第三次 这就犹如逆水行舟 必须花费一番很大的力量才能更上一层楼 如果坏的习惯有了第一次 则好比顺水而下 以后就不知如何终止了 所以一个人的行止 第一次是非常要紧的 有人第一次偷窃得到了利益 他就心存侥幸 于是第二次 第三次 可能从此沦为窃盗之徒 好像一块白布染上了一个斑点 干脆就把整块布染成别的颜色 后面再多的斑点 再多的污秽都不再觉得严重 所以一个好人 立身处事 好的行为 可以勇于去做第一次的尝试 不好的行为则要慎防第一次 在百易经里有一则辟语说 一位妇女生下了七个小孩 其中一个生病死了 她就把死去的小孩摆在家里 自己带着其他的孩子到外面露宿 邻居看到这种情形就告诉她 你这样做是错误的 应该将死掉的小孩搬出去埋葬 让其他的人住在家里才对 妇人想 一个小孩用扛的比较麻烦 不如再杀死另外一个小孩用挑的比较轻松 这个辟语说明 一个人如果做错了事 应该立即改过 千万不能认为既然犯错了 反正别人认为我是有污点的人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这样的重复犯错 就真的不可救药了 人有善缘 自然就会有许多善的第一次 我遇到第一个好老师 后面当然就会想要有第二个第三个好老师 第一次读到一本好书 自然会想再读第二本第三本好书 第一次交到一个好朋友 就会想要有第二个第三个好朋友 信仰佛教的人第一次尝到禅乐法洗 就会想要有第二次崇拜佛中得到的法洗 第三次从禅坐里感受法乐 如此善因好缘自然就会循环不断 所以第一次何其重要 每日同一时段 与您相约 有声书香